别让你邻居看到,这些东西能让你家孩子比同龄人高一头,长身高需要哪些营养物质呢? 主要是蛋白质、维生素、还有矿物质,蛋白质嫩食物在食物当中含有比较多。 比方说肉蛋奶,都是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,所以在给孩子准备食物的过程当中,对身高的促进是要有所考虑的。 在一个孩子一天的均衡饮食的过程当中,我们可以把食物简单的分成三大类。 第一类是蛋白质类食物,第二类是碳水化合物,第三类是维生素和纤维素,其实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,这三大类的食物都是应该要有的。 每一天当中,我们说从均衡下室来讲,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三大类食物都是做什么用的。 蛋白质类食物是做身高促进用的,是做质力促进用的,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 第二类碳水化合物,主要是提供能量的。 每天要活动需要能量,第三类是维生素和纤维素。 主要是,让肠的维持一种很健康的一个状态,让免疫力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。 蛋白质类食物主要就是肉,蛋,奶。 所以从饮食方面来讲,我们首先要保证孩子长身高和智力促进所需要的肉,蛋,奶。 吃多少呢? 一分以上的孩子,每一天吃50克的肉,一个蛋,500毫升奶,基本上就可以了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不一定是要增加,就吃这么多就可以了。 所以这是一个饮食方面的一个调控。 第二个是碳水化合物,也就是主食这一类。 吃多少呢? 因人而异,主食主要是提供能量。 我们长体重,很大一部分也是能量的食物,跟体重是直接挂钩的。 这个就根据孩子体重的增长,来调整碳水化合物,也就是主食这一类的食物的摄入。 比方说咱们以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为例,幼儿园的孩子一年长一到两公斤,每一个月长0.1就可以了。 如果每个星期给孩子称体重,发现每个星期都长到0.1,那一个月下来就是0.4了,那么这种速度就长得太快了。 这种孩子就需要主食,也要少吃一点,在原有基础上要降一点,每一个星期检测孩子的体重,来调整他该吃多少主食量。 剩下就是蔬菜,这是提供维生素和纤维素的。 这些食物就看孩子的胃肠道的健康的状况,那些排便是很正常的。 那说明这个孩子当前的蔬菜的食物量是合适的。 水果我个人的意见顶碎就可以了。 水果是个双刃剑,虽然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,虽然也有纤维素,但是太甜。 对于孩子的口味的培养来讲,甜的食物容易让孩子吃得多,甜的食物也容易让孩子体重长得比较快。 所以水果吃多少还是看孩子的体重,如果体重长得速度合适,水果就吃点,如果体重长得速度太快了,水果就少吃一点。 第一个食饮食的方面,我们家长可以去做的,就是保障孩子肉,但耐得紧食量,上面要封顶,不能多吃。 不要去强迫孩子吃,尽量的鼓励孩子吃,做孩子喜欢吃的这种食物的形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